Lesson 1 酸酸酸酸 你好酸 大家好 我是新小編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保養教室小學堂 首先 大家對酸的定義是什麼呢 檸檬酸 吃不到葡萄樹葡萄酸 今天要來說說臉上的酸 是不是常常聽到A酸 果酸 杏仁酸 多泰酸 杜菌 花酸 這個酸那個酸 搞得母煞煞 這麼多酸類 到底要怎麼選擇呢 不同的酸類有不同的功效 就要依照他們的分子大小化學結構 中性濃度以及所用的深度來做區分 簡單來說分子越小 濃度越高的 它的滲透力就越高 甚至能夠穿越我們的表皮層 進入到我們的真皮層 像是果酸 果酸屬於濃度較高 能夠穿越我們的表皮層 進到我們的真皮層去調理角質跟油脂 改善膚質跟痘痘等症狀 但因為濃度較高相對起來比較刺激一點 講到果酸就不能不提酸類的天后 杏仁酸 杏仁酸的整容性較高相對溫和不刺激 但作用深度較淺緊在表皮層 主要是針對改善痘疤 色素沉疊根據角質為主喔 角質真的掉了呢 除了以上兩種酸類之外 還有一種比新人酸更為溫和的 多泰酸 它是我們的複合式酸類 有專利多生態成分 可以去除老肺角質 肌膚光滑 水潤透亮 多泰酸比新人酸更溫和 不容易產生副作用 比較適合皮膚敏感的人或是剛接觸酸類的新手 來做使用喔 現在你們知道酸類差在哪裡了吧 讓我們用口訣來記憶 讓你們知道什麼狀況要選擇什麼酸 主要分為三個訴求 亮 白 透 亮 如果你肌膚暗沉 暗沉到同事都看不見你 不想再當邊緣人 你該怎麼辦才好呢 你需要的是多泰酸保養 它可以去除老肺角質 肌膚光滑 水潤透亮 讓你全面勁敗無瑕 辦公室那展明燈 就是你 白 臉上淡點好多 都不敢直視心儀的對象 清洗臉服務 我都沒有用 我該怎麼辦 你可以使用杏仁酸來保養 杏仁酸具有抑制洛胺酸酶活性的功能 還可以阻斷黑色素蛋白的生成 杏仁酸可以去除老肺角質 溫和代謝色素沉澱 改善兜發達到順教亮白的成果 淡點淡掉了 讓你不只敢正眼 吸引對象來看你看的目不轉睛 正值青春期的你 痘痘是不是常常黏著你 已經變成你的超級閨蜜 但是你不想要怎麼辦 你可以選擇另一個給力好閨蜜 果酸 果酸可以讓毛孔周圍的角化痠痠 易於脫落 暢通盲難管 讓你改善痘痘 去除粉刺 提升整體的膚質喔 揮別錯的朋友 迎接性的好朋友果酸 哈哈哈 保養小教室下課囉 我們下一堂課見